我们有这个自炼氨基酸 要怎么记住它知道吗 来 你就记住 自炼 自炼 我们拍selfie是有点自炼的感觉 有没有 那你就记住那个自炼 那自炼你就稍微微微一点点 变自炼氨基酸 就是这个东西了 这个是方便你们记得 BCAA Branch Changed Amidot Acid 这个东西不是特别的东西 坦白跟你们说 因为外面的Way protein 会讲到Way protein 便一定要夹在一个东西 才叫做Way protein OK 我们的BCAA基酸有几种 9种对吗 是不是 肯定吗 OK 肯定是9种 BCAA基酸有9种 那这个自炼氨基酸 这个BCAA 是9种的其中3种 其中3种是比较大量的 为什么呢 这3种是比较针对性 对我们的肌肉 修复 建设特别重要的 所以一般在外面的Way protein 都有这个BCAA的 所以我们的Way protein有没有 有 也是一样有 OK 所以叫什么 自炼氨基酸 OK 好 所以添加了这个 自炼氨基酸在里面 那简称叫BCAA 那很多人其实之前 他不能接受我们的 这个Way protein去做健身 主要的原因 就是因为Way protein 没有这个东西 Way protein有没有 这3种氨基酸 有 只是他没有加额量 但是在Way protein里面 他就必须要加额量 针对我们的肌肉的修复和成长 OK 那这3种是什么